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只搞机不搞机的搞机专家事 我是佳佳辉 那最近的爱尔登法桓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老头桓 太火了 所以呢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带来这一期爱尔登法桓这款热门游戏的测评 总理 想必不少玩家已经对这款游戏的背景进行了了解 这里我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 可能萌新玩家对于这款游戏的运行要求不太懂 诶这方面我懂啊 这里重点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官方配置 在官方推荐的配置中 CPU采用IC8700K处理器 运行内存16GB 显卡GDX1070或者是AMD的RX568 好家伙 放眼现在这不就是五年前的配置要求吗 在Steam上看到的推荐配置是台式机的配置 在这个游戏本盛行的年代 我们决定用游戏本作为测试平台 这次我们用的是目前主流的水冷游戏本 机械师星辰17 处理器方面用的是12代12700H 显卡方面则是RTX3070Ti 搭配16GB运行内存 屏幕方面则是17.3英寸的2K分辨率 165Hz的电竞屏 属于今年主打的强劲配置 在测试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测试游戏的时候 使用了游戏佳佳这个软件做测试 会占用显卡的部分性能 所以游戏整体运行下来的话 会比实际运行的帧率低10帧左右 好了情况就跟大家交代清楚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款机械师星辰17 在阿尔登法官这款游戏中的表现如何吧 首先我们打开选项设置 把游戏分辨率设置为2K 游戏整体画质设置为最高 来看看他们的游戏表现 电脑方面我们开启电脑的性能模式 并且开启独显直连 在风冷战略模式下 大概运行了1小时左右 游戏整体帧数基本维持在56帧上下 一开始还以为是我们哪里设置错了 后来发现原来这款游戏也存在着所真的情况 瞬间就不快乐了 至于电脑运行状态 GPU温度82摄氏度 GPU温度67摄氏度 游戏中照应为54分贝左右 然后再接上我们在水冷散热 继续运行1小时左右 游戏整体帧数基本维持在58帧上下 至于电脑运行状态 GPU温度78摄氏度 GPU温度47摄氏度 游戏中照应为53分贝左右 好加果 游戏本玩3A游戏 显卡温度还不到50摄氏度 也是头一回见 由于阿尔登法环锁针60帧 星辰时期开始了2K最高画质 在风冷以及水冷模式下 帧率都可以保持在56根上下 但水冷模式下 GPU的温度明显下降了20摄氏度 至于整款游戏 试玩之后可以看到 它的优化是不够的 偶尔还是会出现卡顿 无故闪退 调增等情况 正如Steam平台上 对这款游戏的评价 还需要游戏观察 尽快优化以及修复 在风冷模式下 被战斗环境 桥地 森林 建筑物的画面如下 而精英怪已知BOSS战斗的游戏画面如下 是说游戏优化不怎么样 但不得不说 作为魂式游戏 它的画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只不仅让我想起暗黑系列 嘿嘿嘿嘿 在水冷模式下 非战斗环境 草地 森林 建筑物画面如下 和精英怪以及BOSS战斗的游戏画面如下 无论是风冷还是水冷 非战斗模式下的草地 森林 建筑物的画质 基本没区别 但是水冷模式的游戏画面流畅度明显更高 看来水冷对游戏运行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从光圈到上线 玩家欺瞒了一年多的作品 从现代的表现看 会有一种名当一时的感觉 对比暗黑系列 二灯法环 有它宏大的世界观 以及自由玩法上的优势 这原本是一个很不错的优势 但奈何游戏本身也较多了bug 导致了游戏整体的体验感是偏差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游戏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如果觉得这一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记得 数字三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